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促进基层党组织努力作为 我们把这个事情早一点解决 你们说怎么样 您好 这里是12388电话举报平台 同志请您先评服下您的心情 您所反映的问题正在帮您请您登记 一份一份的医生体检报告 被推送到医院的管理层 他们锐意开拓 创新机制 把守护群众利益的大网支得更密 十年制当 全面从严 力度 广度 深度 前所未有 五月的早晨 太阳刚出山谷 一天的酷暑 就拉开了序幕 安徽省金寨县委第二巡查小组的四位成员 早早踏上了行程 今天到梁山城开担巡查小组 一只负责这个新房间的办理 胡草负责大手机的BD 唯一就负责村积财务管理这一块 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巡查方式 被称为背包式巡查 这是2019年以来 安徽省为进一步落实推进全面从严制党 向纵深发展要求 发现和推动解决基层制令中的痛点 难点 读点问题 探索创新出的新形式 我们县委地下巡查组 在梁山城的开担 比如说是巡查 重点检查这个千变成员制党 在梁山城究竟落实得怎么样 群众激难筹犯的问题 似乎得到了及时解决 这是我们这一次 北宝市巡查的主要任务 巡查组进入城以后 心里面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抵触情绪的 总感觉到他们来 这次梁山村巡查 这次梁山村巡查 小组四人住进了村民 彭传丽家 根据规定 巡查小组住村必须吃住在群众家 按每人每天180元交食宿费用 选什么样的人家住 其实也是有所讲究的 我们一般的要进行一下了解 就是这些老党员呢 有的老进层干部啊 就是将能主持拱到的 群众伪性比较高的 我们一般的限制在那里 他们巡查组的四个人 来到我们量产以后 就住在我家里面 早晨起来了以后 帮着我们抬起做一些家务 厨房里头啊 里里外外都帮着我们一起去做 做完了以后 他们就上班 就早早地就走了 晚上很晚上才回来 这天下午 巡查小组组织部分村民 召开了板凳会 农家院旁大树阴下 板凳围成圈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 话题逐渐深入 小组成员注意到 一旦板凳会进入到十字内容 村民就陷入了沉默 各位乡亲啊 请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 可以畅所欲言在这 村干部提前去 打了个预防针 跟当地的百姓跟他说 那他们寻常走过来 只是走个过场 几天就走了 我就跟群众讲 这个巡查组到我们城 来凯然这项工作 也是仓会工作 如果问到你们 改说的说 不改说的不要说 这种问题解决 还是在于我们城里 为了打破村民的顾忌 巡查小组想尽各种办法 他们在各自然村 显著的地方 张贴巡查公告 挨家挨户 发小卡片 你看 这是我们费名小卡片 上面有没有号码 如果说你自己 如果有什么困难 或者其他的数据 我们电话随时 通过来 对 没几天 巡查组成员 就熟悉了村里的现状 不少实际问题 也进入他们的视野 我请你我翻译了 属于的四条座区 和一条经历 这种湖区 这个叫罗叔纸 我的翻译是 希望呢 就是让咱的甲木骨 这条墓地上 开准备工刀铁 建一个工刀铁 属性不是在房间 像我们住的那个地点 对面是个暗制点 但是有个工刀 来长期管理不到位 就是让你的长连 甚至不能水宠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 然后第一时间 就先把这个工刀铁画 通过办妥了 一些村民的繁星事 巡查组是不是走过场 村民心里 就有了一门账 中文章 进去 人在吗 我们是县卫星插族的 刚才电话是你打的嘛 我们上门来看看 有点一段情况 那一晚上你们拉到手头了 没有没有 老大爷 我们是人家插族的 好 吃饭了喝喝都喝喝喝喝喝喝喝 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齐齐泥 您这是叫什么的呀 我叫叫量汉的 您有什么问题要向我们反应吗 就是我的问题就是土里发电了 那天我就在地里干活 晚上回来就看到门峰里发现一个小纸片 就说我看的是寻找祖的电话号码 所以我就打了电话 经过了解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村西山头的林地 属于成岐米等几户人家所有 以前每户林地都设有借桩 但2015年风力发电站施工时 拔除了借桩 因此成岐米与叶男友 对地界存在争议 而村委会主任成亮 则以存在纠纷为由 迟迟不发这笔征地款 对我们反映的问题 我们会一一地进行课施 认证地处理到位 保证心满意 好吧 好 部长 在这 朝阳闪 风力发电 这个号就是他的钱 说明他这个钱 他已经入到三子账了 但是每个分配 总共是七万一千块钱 这个钱 恰恰地马上汇报 好 之后 在县委巡查办的协调下 在山场纠纷地界 召开了现场协调会 巡查小组召集林业站 图管所等单位 与当事人一起 对两家存在纠纷的地界 进行了仔细勘测和丈量 长度 长度21.8米 大爷 你看是不是这样 我们呢 现在就是一中间 这个配电柜为街 你们双方 刻字成让一步 我们把这个事情 早一点解决 你们说怎么样 耐心做通了两家的工作 当场签订分配协议 纠纷 终于顺利消除 接下来 巡查小组对征地款 进行了重新核算 确定了每家应得的 征地补偿款的数目 眼看多年的纠纷 就要解决了 巡查组的同志们 总算是输了一口气 出乎意料的是 两个当事人 却对领这笔钱心存顾虑 我很担心拿这个钱 因为我做的有 蔬菜大棚和农业产业 养老产业 长期需要我们 陈祥 良机政府 给我们指持 所以我害怕 拿这个钱 将来我们办事 不方便 我老人口 他的是我爸 我你吃那个地包 我们老人口以后 他老了 肯定是趁里头啊 向里头啊 就靠着他们 肯定有点鼓励啊 我们跟他讲 一个这个是 我们改得了以前 没有其他的担忍 现在的 政务公开啊 成务公开 都是公开透明的 改不上的 改哪个都要进行公开的 我想这个人 我们不要有什么 其他的鼓励 如果我们来讲 非为人陈咬的 雷厉风行的解决问题 打开了群众的心结 村干部深受触动 遇到困难 我们就用绕拳子的事 就把这个事情搁浅了 放置在这 想过一段时间 也许就没人再解决这些事情 巡察族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上级组织也对我们进行了处理 使我神神认识到 自己因为工作不足动 导致群众的利益 没有得到保障 使我内心感到非常惭愧 又一个清晨来到了 阳光洒在这片美丽的山野 巡察组的脚步没有停歇 走向更广阔的乡村 走向更多的人家 千招万招 力寻力改是第一条 千好万好 群众满意是真好 在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也是我们 坚持走群众路线 坚持群众观念 把党的增值贯彻到基层 具体的深蹬的实践 我们的巡察干部从中间 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尤其是对我们 这个巡察干部作风的转变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刚开始住在农户家里的时候 我也是非常的不适应 周边也没有可以讲话的小伙伴 我只能晚上打开窗户 看看星空 听听虫鸣 这是我们的便民联系服务卡 上面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几年的巡察工作 打磨掉了我的学生技和稚嫩技 渐渐我就习惯了 脚上沾满泥土的日子 有一次就是住在一户群众家 一位大姐正在练新鲜的猪油 我就问她 大姐 你练猪油干什么 现在不都是吃水油了吗 她告诉我说 巡察走 每天早熟晚归 进城如湖 非常辛苦 我要用汤圆包猪油吃 当时我的眼泪差点就下来了 因为在我们当地 只有妇女生小孩和老人 对她病的时候 才用汤圆包猪油给她们吃 我说群众对我们是真有感情 只要我们真心地为她们拌一点色 她们都会把我们十位亲人 我们巡察干部 给你们把这种情怀和挫心 装在心里 背在肩上 真正地把全面从严治党 这个份要求送到群众身边 我们才不亏于我们在使命和职材所在 背包是巡察 是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一线延伸 向群众身边延伸的一种实践 对我们洛安来说 它又有一层特别的含义和深情 大别山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无论是革命年代 还是建设时期 这里的人民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 可是他们却是那么淳朴 小小背包 连着大别山的山高水长 全面从严治党 永远在路上 城府村的早晨 是在扫帚的刷刷声中醒来的 干净清爽的巷末 整齐画衣的村舍 青山绿水间 住着浓浓的相情相仇 城府村的这份体面 离不开这些辛劳的环卫工 他们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 岁月静好中 他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 有一段时间 他们发现 差不多有半年的工资 都没有足额发放 他们怀着疑问 去询问村干部 找问关系 他问这个账户就疯了 弄出来了钱 你也没法给 啥子弄过来 啥子给呢 他就问了几次 然后问犯了 也不想问 这事就这样不明不白的 过了些时日 正在老人们一筹莫展之际 他们听到了 纪检协作区的 清风播报 全面深化 纪检监察协作区建设 推动全面从严制党 向基层延伸 切实让基层群众 感受到 纪检监察就在身边 正风速记反腐 就在身边 几位老人经过一番合计 推举其中一人去协作区 试着反映情况 乡镇纪检监察协作区 是个新生事物 近年来 博州市纪检监察机关 根据乡镇纪检力量薄弱 能力不足 亦受熟人效应影响 等难题和困局 在每四至五个乡镇 建立一个 乡镇纪检监察工作协作区 有效地统筹增强了 纪检监察力量 协作区对老人反映的问题 高度重视 迅纪成立了调查组 调查组多次走访成富村 挨家挨户地向这些清洁工 了解详情 村里面走访也不是一开始就非常顺利 说我确实年龄大了 时间也长了 我记不清楚 我的工资是不是都发给我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配合的了 等我们把笔录做完 他拒绝签字 不敢签字 面对挫折 调查组采取了双线并进的策略 首先从镇财政所相关的账目着手 并从银行调取了这笔账目的现金流水 发现现金发放的时间 正好与环卫工们反应的时间吻合 这时另外一条线索的调查 也取得了进展 一名环卫工找到了他记录在烟河上的 公资明细后交给了调查组 其他环卫工见协作区的同志 确实是在认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也纷纷配合做了笔录 面对调查组确凿的证据 村会计交代了科口清洁工工资的事实 赔付了清洁工们的欠款 组织上给以这位会计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并撤销了职务 通过建立纪检监查协作区 增强了基层纪检的力量 提高了监督的有效性 使基层政治生态持续优化 这些内涵丰富 形式多样的创新实践 加强了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进一步束牢了党员干部的群众观点 也使群众切实感受到了 全面从严治党带来的崭新气象 您好 这里是江苏省纪委监委12388电话举报 您好 这里是江苏省纪委监委12388电话举报平台 您的医保费用 送会计被给您上去 您好 这里是江苏省纪委监委12388 2008年6月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12388统一举报电话正式开通 发展到今天 形成了覆盖中央省市县四级纪检监察机关的综合举报平台 这是今天要处理的信 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 是党的十九大着眼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所做出的重要部署 也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内容 建立健全信防网电四位一体信防受理体系 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采用多种形式 向各级机关单位反映情况 提出建议意见 群众的监督力量成了千里眼 顺风儿 以此极为复杂的脑科手术正在紧张进行 主刀医生黄玉杰沉浸在高度紧张的工作中 此刻他不会想到 门口正有几个人根据取报线索来到这里等他 当时下午我们是几位案的人员同事到了谷歌医院 我们为了不影响他的心情 再等到他下午五点多钟 将近六点多时候 等他把最后一台手术做完 自2011年到案发的2017年 谷楼医院整个使用EV3的高值耗材 共3.8亿元 仅黄玉杰个人使用就高达3.1亿元 为了表达感谢 经销商杜某某在哈尔滨 为黄玉杰购买了四千余万元的分红型理财保险 数额惊人 手段隐秘 所有的医疗体系 所有的我们用的耗材 用的药 无处不在 引用的医生 还是制度的不健全 因为黄玉杰他具有的选择 哪一类耗材的使用的话语权 虽然不是决定 但是他签完字了 一般医院的耗材委员会 基本上都是通过 现在一些医院 对于专家更重视他们的专家身份 更重视他们业务能力的提升 而忽视了对他们政治素质的培养 黄玉杰案件当中暴露出来的医用耗材 价格虚高 监管不力等问题 实际上也是医疗领域一段时间内存在的痛点难点 为此南京市纪委监委在半截案子之后 着力做好后半篇文章 推动医保局 卫健委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 进行联合整治 通过价格谈判 阳光采购等一系列措施 极大的降低了医用耗材的价格 近年以来已经由1,186家医院采购了16,496种耗材 设计价格35 在此基础上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医院和医生的监管 南京市正式组建了医用耗材阳光监管平台 这个平台聚焦减负和反腐两个目标 最终将达到降低价格 节约基金 守护医生和进化行业的治理目标 在监管平台上 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 这个支架什么时候被什么医院所采购 以什么价格 这是招财 然后这个支架什么时候被配送到哪个医院 这是配送环境 那么这个支架在哪个医院 哪个医生 几时几分 用在哪个病人身上 这是使用环节 最后这个支架什么时候被医院 和我们的耗材商 和我们的医保基金所支付 这是支付环节 这样整个一个流程 在平台上都是完整的体现 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医生体检报告 一份一份的医生体检报告 被推送到医院的管理层 甚至推送到我们医生的 手机端能够时时刻刻提醒医院 你这个医院的医生耗材使用 是什么情况 对于医生和医院 有一个提醒和警示的作用 我经常说的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过去我们这个临床医生 在使用这个医用耗材 往往显得跟自己的使用习惯 兴趣爱好 可能会有结合 那么现在是我们的医生们 包括我像我这样的临床医生 在使用的时候也牢记 我们要用 品质好的 但是价格便宜的 通过黄玉结案 江苏省纪委监委 本着查办一批案件 总结一类规律 治理一个领域的思路 加快推进 纪检监察 信息化建设 将全面从严治党 落实到医疗行业的每一个细部 通过建立监督平台 扎紧制度的笼子 让连结行医 成为医务工作者的自觉共识 通过持续做好后半篇文章 大幅降低了医用耗材的价格 大大缓解了看病贵的难题 切实让群众感受到了 全面从严治党 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正风素季 就在身边 实践充分证明 全面从严治党 是党永保生机活力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 地游之路 只有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切实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 才能使我们党 始终成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 坚强领导核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